中国艰机机16名女飞行员金河灿,其中一位壮烈牺牲自1901年首批女飞行员列编部队以来,空军前后培养了8批300余名女飞行员, 但从事的都是运输机、直升机驾驶和空中领航工作,兼机机还从无女性染指。 2005年,经中央军委批准,空军首次招收女兼机机飞行学员,总共招收了33名,最后有16名兼机机女飞行员合格, 他们驾驶着我军的新装备尖叫8高级教练机,独立完成骑路航线、航行、测技、 衣标和编队等规定的专输课目,空枪玫瑰冲9天,宝之精活不让男, 头盔蓝眼女骄容,熬战场空胜木兰,泰戈尔诗云,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。 但我已经飞过,今天小编就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中国首批肩机机16位女飞行员的过去和现在, 中国首批肩机机女飞行员有16人, 他们是,何晓丽四川,盛与飞浙江,绿品,辽宁,周帅江苏,中秦四川, 于旭四川重州,1986年到2016年11月12日一, 张博,河北,孙美陕西,张肖山东,原路陕西,黄兴,山西,张贤浙江, 桃家绿四川,流星湖北,张肖家辽宁,黎敏山东,何晓丽,女, 1986年11月生,四川省的山市井沿县东林肖高家村人, 手臂肩机机女飞行员,空军上尉,二级飞行员, 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937-93部队以11分队正连值飞行员, 空军8一飞行表演队中队场,2015年9月3日, 上午10.30分左右,当空军8一飞行表演队中队让何小力驾驶, 得监视战斗机飞过田安门接受锦队时, 千里之外,在他的家乡乐山市井沿县, 他的父亲何德文,木齐鲁雪荣, 以及21位亲戚朋友来眼兴奋,鼓掌,欢呼, 挤满人的客厅,一下子沸腾起来, 盛义飞,女,1986年出生, 浙江省建的是三都镇人,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上尉军衔, 中国首批尖机机女飞行员之一, 现任空军8一飞行表演队中队长, 吕品,中国首批尖机机女飞行员16人之一,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人, 第八大女飞行员, 吕品率先独自驾驶亚音速喷气飞机飞上蓝天, 成为中国妇女独自驾驶亚音速喷气飞机, 飞上蓝天第一人, 周率,1987年,二月出生, 江苏南京人,空军第三飞行学院, 第三训练团飞行,二大队飞行员, 中国首位辉族女兼机机飞行员, 他说,我现在已经把飞行当作一份工作, 是我生命的一部分, 我不是为了名声或公众的注意才出飞, 而是出于飞行员的职业精神, 钟秦四川于世, 女,汉族,四川崇州人, 1986年三月出生, 空军上美军鞋, 二级飞行员, 曾任空军8一飞行表演队中队长, 2016年11月12日, 8一飞行表演队, 在唐山御前线进行飞行训练中, 于是翘反失败, 壮烈牺牲, 张伯和北苏美沙西, 他驾驶叫巴飞机, 叫巴飞机于1990年底首飞成功, 至今已形成了K8, K8J, K8E, K8P4种型号, 叫巴飞机可带一个23毫米机炮雕舱, 机翼共有四个挂点, 可挂机炮雕舱, 火箭弹雕舱, 炸弹, 导弹和副油箱, 张肖山东, 又一次战斗值班, 正好遇上外国军机比进侦察, 张肖陈卓领队, 通过和对方飞机运用地面雷达引导, 采取空中取证, 并做一系列动作进行距离警告, 那一刻, 我发现我们和战争挨得很近, 随时都可能擦枪走火, 张肖说, 我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让他进入, 因为身后就是我的国家, 原路, 陕西咸阳人, 1986年12月出生, 空军首批尖机机女飞行员, 军事协学士学位, 三级飞行员, 空军中卫军衔, 原路和他的队员集体两项春节联欢晚会, 一度成为媒体的焦点, 他爱好广泛, 闪唱书法, 舞蹈, 原路作为空军, 唯一女性代表, 在人民大会堂做了报告, 并受到军委领导理空军首长的亲切接见, 王新山西张贤, 女, 1986年10月出生于浙江沈湖州市, 辽宁盛锦州市某部学员大队飞行员, 张贤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, 经过层层选拔, 终于成为我国首批肩机机女飞行员中的一员, 陶嘉丽, 女, 1986年出生于四川成都,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, 上位军衔, 现任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中队长, 家里语录, 我只想做第一, 只想做我国第一个女战斗机飞行员, 做我国第一位保留太空的女航舰员, 外国女性能做到的, 我们中国女性也定能做到, 而且还能做得更好, 流星湖会章小佳, 中国空军首批战斗机女飞行员, 在2009年10月1日, 驾机飞货天安门广场, 这是新中国我成立60年, 本来首次有间机机女飞行员受约, 她在日记中写道, 多少次, 我的心莫名的激动, 那是因为我听到了机场发动机的轰鸣, 多少次, 我凝望天空, 那是伙伴们编着整齐的队形在我头上掠过, 又有多少次, 我目送这姐妹们列队进场, 那淡淡的失落只能深深地藏在心里, 迷你山东。